掌型来看是典型的土掌 掌面厚重 手指条达饱满 四指严丝合缝 土掌人稳重传统 四指严丝合缝 能棺材守材 我们看每个指节间 基本上都布满了米康树文 说明衣食无忧小康不愁 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符号 狮子下方训工是正才位 此处见口字文 说明正才有的时候起伏的时候 有口字文护卫 能够稳住财运和事业 也就是他的本职工作 能够有一些稳定的因素 我们看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事业线非常的深刻 虽然中期见错开 但是仍然是有非常深刻 一飞冲天的这种感觉 冲破天文 事业格局不小 事业虽然有些动荡 但是能够稳住局势 整个的事业格局不小 但是初期见锁链 说明出生家庭环境倒是一般的 而且从小学业受限 出社会比较早 我们看到脑线 在跟生命线分离处建导文 我们的脑线古代称为人文 代表自己 而生命线是称为地文 代表家庭和根基 如果是说分离处建导文 说明自身脱离原生家庭 出入社会独立的阶段 出现一些不适应 并且心里会遭受一些创伤 这个创伤跟感情很有关系 感谢建导文成串 那么在年轻的时候 犯情伤 出入社会比较懵懂 比较迷茫的时候 容易犯些烂桃花 并且感情的 受伤害的程度不小 犯情伤 我们看亲密关系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导文处 生命线内侧建一条亲密关系线 也就是导文出现的时候 同期出现这种亲密关系线 也预示着这一点 亲密关系线 建恒文和断序 所以说也是遇到重重阻碍 在感情当中 有一些好事多么 我们看脑线的分叉 也可以看得出来 脑线整体偏执 个性稍显硬朗 有一些少圆滑 在人情社会当中 有一些泛小人 我们从太阳线分叉 也可以看得出来 后面会讲到 那么脑线直而分叉的人 做事聪明专注 但是他会有一些 桃花比较旺的因素 脑线分叉 见飞花 是容易有一些桃花干扰 不过生命线 在中年阶段 确实是很深刻 强运在中年 中年的年幅力强 随着能力和阅历的增强 运势也是非常的深厚 非常的建立家庭 那么我们看结婚线 结婚线很长这么一条 快要接触到了太阳线 这是非常 如果是接触到了 刚好接触到太阳线 这是非常好的吉祥的符号 代表能够嫁入豪门 甚至能够凭借婚姻来改运 但是原主结婚线虽然长 但是似乎跟太阳线没有接触到 只能说是架的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 但是太阳线见分叉 我们刚才讲的太阳线见分叉 容易在这方面的因缘方面的 有一些好事多么 我们看这个大拇指一件凤眼纹 有望夫新家的潜质 土长人稳重传统 善于吃家 非常有望夫潜质的这种特点 我们刚才讲的太阳线分叉 也是犯小人的一种特点 那么我们看这个财库 就要讲到我们生命线 脑线以及事业线 和一些辅助的纹路 组合形成元宝财库 这个财库利用得当 在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大的突破 包括事业和财运 只是在掌底砍弓的位置 有一些开口 这个财库封口不全 容易漏彩 建议补充财库